稍微消息来看到网红 晚安小鸡12号晚间自称在柬埔寨的凯博园区直播 还声称遭到暴打 隔天又说被人抢走身上的美金 最新消息柬埔寨当局表示 晚安小鸡已经被警方拘留 根据当地的法律控诉他涉嫌诽谤 而我国刑事局国际科表示 晚安小鸡今天上午被带到西港警局制作笔录 原因是涉嫌散布不实的讯息 后续也尊重当地司法调查